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礼 自入歌老会后 而父母既是我父母 而兄弟姊妹既是我兄弟姊妹 一见兄弟者此在万道之下 不得奸淫兄弟妻女及兄弟姊妹 凡者五雷诛灭 主人 军队 沈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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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驾 驾 驾 爱兄弟还是爱黄金 爱兄弟 爱兄弟还是爱黄金 爱兄弟 牧阳城里弥满仓 双灰宝剑斗内藏 双凤朝阳兄弟到 荆姬望龙立岗城 胆轻灭仰再立岗堂 枪声不对啊 不好 出师了 快 快 上马 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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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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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左大人 快了 是 别让他们跑了 走走 苏相主 咱哥老会会归第十条 说的是啥呀 兄弟托迹银钱及食物 必要尽心交土 如有撕骗者 死于万刀之下 那周相主托你带的棉符 怎么还没到地方 就少了一半啊 我碰到截到的了 掉了一半 谁活得不耐烦了 敢在大名鼎鼎的定军山堂 苏炳翼相主头上攻退 你得给弗莱兄弟一个交代 你要是真连一帮劫匪都搞不定 那就把你的势力万位向西退伍势力 我帮你搞 这事我华山堂管了 走大人 静点 走大人 都围着我干什么 去 掉二百人把刘武给我抓回来 二百 抓刘武啊 不管多少人 把刘武给我抓回来 踏兵刘府 是 去 去 去 是 走 快点 快点 快 唐相主 走 咱会归第十六条咋说的 做借钱财物件 有借有还 如有欺欣不还者 五雷诛灭 那你舍利掌柜那三百弹米钱 该还了吧 人家铺子都快被你拖垮了 我姿武岭不逼你太白山堂 没钱嘛 拿啥还哪 缺钱您能取三个老婆 哼 这是相主一事 你一个张一文 你算老几你在这插话 你刘武现在 不仅是我们陕西哥老队的大人 但是 左上大人大人的手鱼子 还是新军的总兵呢 我唐心甫比不了你刘武啊 此言差矣 在新军里我只不过是个副职 我上头 还有吴玉堂吴大人 咱们就来了这几个人 刘俊才能 他又不是歌老会的人 他怎么也没来 刘营长 从昨天起就没见人哪 这个刘武简直太过分了 把他歌老会山堂这一套 都弄到我新军里来了 先散会 等会同志 是 是 快点 集合 快 集合 集合 快 快 站好 大哥 文句子说 大人 有人行刺左山 左山精神区打猎 突然冒出一帮人向他下手 知道是谁干的吗 这次担任防卫工作的 是刘武的太白山英 刘武啊刘武 给我备份厚礼 除了硬货 再多备一些 渐小快的滋补品 您 要去探望左大人 副总兵出事了 我这个总兵 能没个态度吗 都是你们给我干的好事 我三天就要去搜个面 大哥 我照你说的办了 猎场里里外外 我雇的铁桶一般 那哪来的刺客 还太白山英 凶死 大哥 这事你不能怪魁生 要怪就罚我吧 我还没说到你呢 你先把左山苟官苟官的叫着 我就知道你不会 把解离任务当回事 让你把眼光放远点 你总是看着 屁大点的地方 他不就受点伤吗 伤 那就行刺善干总兵 大哥 你以后东西都在里面 又要为这狗官吗 大哥 你一个人去 就等于刺脱罗网啊大哥 左山 早就有杀我的心 只是一只苦意找不到借口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要是夺着不见 正好给他一口试 左山心胸狭小 心狠手辣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几万兄弟的身家性命 可怎么办呢 是啊大哥 假如明天中午我还回不来 一文就是太白山堂的朕龙头 大哥 把王魁盛 提拔为太白山堂副龙头 请不 以后你就和魁盛一起 操持咱新军事了 是大哥 李顺 查清楚 这事谁干的 是 军府大人到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去抓刘武 抓了刘武 那跟我来 没伤着骨头就好就好 屁 是胳膊断了 是断了是断了 是断了 都宰子 抓到之后把它碎十万断 一块一块喂狗 大人 外面有人求见 谁都不见 好大的火器啊 连我都不见了 岳队 岳队 快走走走 岳队 岳队 你肯定给我做主啊 好好好 大人 照您的吩咐 兵已经集合完毕 出发 不可 不可 让队伍暂时待命 等我和左大人 商量好了以后 再说 不会吧 有兄弟亲眼所见 左膳父上二头 绝对千真万确 冻左膳 现在还不是时机啊 刘武 不会这么冒失吧 我说当时就不去 你非比我去 跟他联络感情 我去联络感情了 我差点没把命搭上 这事啊 是有些蹊跷 这有啥蹊跷的 这不明摆着吗 骗我去打猎 然后一枪把我打死 对外说是走火了 吴玉堂这个软蛋 又压不住他 他不就是陕西君姐老大了吗 瞎说 刘武想当老大 就能当老大了吗 那怎么成本了老大呢 刘武他要想上 就凭你带那十几个亲兵啊 你还能活着回来 我身手好 我告诉你 陕西阁老会 现在是山堂林立 过去都在地下 现在局势动荡 个个都冒上来了 是 我是让你拉拢过刘武 但那是为了利用刘武的 太白山堂 遏制其他山堂势力的发展 懂吗 我能相信刘武 瑞爹爹你真是老糊涂了 你还抓这个拉那个的 你知道他们鸿门宗旨是什么吗 什么 不就反清灭阳吗 他势力爬到我头上 咱俩就等着完蛋吧 孩子慌 咱们能让他们 骑在咱们爷们头上吗 那势力大了也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了 赶紧把队伍给我解散了 要收拾刘武也不能这么个干法 报告 进来 巡抚大人 周大人 吴总兵刘武前来拜见 刘武说要当面向您请罪 现在他们已经在客厅等候 他那是挑衅的 给我捆起来 胡闹 瑞爹爹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 是不行的 你这样做 会惹出大祸的 去去去去去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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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把吴玉堂给我叫过来 你看什么你看 吴玉堂是总兵 总有个掌佑之分吧 来 等等 过来 你说你惹着事 好好地打什么猎呀 你就是想巴结他 也想个别的法子 弄得我跟你受牵连 那就有劳吴大人费心咯 一会儿我先进去 给你做些铺垫 你呢也说些软话 别太张狂了 左大人有请 刘副总兵 刘大人里面请 杨伟俊 将来 下来 千万 大胆狂� 叹管 interes 这是给左大人的礼物 你可千万要收好了 还不动手给我抓起来 押上去 走 快走 aber 什么呢 快 走 大人 刘武送来的礼物 动用所有耳目 顶死刘武信君和太白山堂的所有骨干 是 大人 我想把刘武杀了 你看怎么样 杀他的理由呢 图谋不轨 行刺陕肝踪兵 大人 无论你找什么样的口实和证据 明眼人一看 都是冤来 他的死打就会闹个没完没了 那你这个新军总兵是怎么当的 镇不住他们吗 他刘武手上多少人啊 这个 我还说不准 怎么个说不准 歌老会山堂是个秘密组织 正副龙头是名的 山堂下面又是分堂 分堂下面又是码头 码头下面又分出一些叫法不一的 柱啊 口啊什么的 等等等等 别说那些乱马骑糟的 你就说他手上能控制多少人 不下一两万人吧 多少 也许还要多 这小子不哼不嗨的发展了这么多人啊 不过大人不用担心 除了新军众的人 剩下的全是些粗手笨脚的农民 除了蝶面条的雷绝头 没有啥本身 不管怎么说 他跟咱不是一条根上的 不是一条心 这种人能留着吗 这人到哪儿去了 哎 雷营长 哎呦 怎么了 快 啊 快 快 快 我开门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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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帮我把衣服解开 营长 怎么回事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先要赵军医 慢着 我撑得出 把你军掉拔出来 营长 你要都干嘛 生你拔你就拔 给 王家输 不不 我不敢 让你输就输嘛 师姐 我 我不行 给我 营长 让人要闻起来 就说咱俩 镰刀是无伤的 还愣着干什么 去找军医 你 营长 巫总兵请您去开会 去吧 大人 大人 坐 为了防止刘武的部下 和太白山堂死党 发生叛乱 我命令你们制定一个计划 一夜之间 要把刘武在军中的部下 和太白山堂 各山堂堂主 全部杀掉 金采 这个计划 主要由你来做 吴大人 这种计划 这么一点时间 是无法制定出来的 就算是制定好了 要将一个 弱大的太白山堂 一网打尽 可一个晚上 又无法执行 怎么不行 我说行就行 左膳现在扣留了刘武 他们现在群龙无首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大人 你听说过 太白山鹰吗 不就是王奎胜训练的 功夫高手吗 他们全体出动 陪着左膳大人去打猎 连左膳都保护不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人 信不信由你 你说的这些话 也许已经被太白山鹰 窃听了 大人 恕我直言 你答应左膳 做出这个决定 实在太清衰了 别说了 我主意一定 你 我先说 我先去 前面 我先去 我先去 你 我先去 看我 我先去 我现在还不能走 大哥 你不能就这么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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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太白山堂已经派出所有人马 正在全力追查偷袭者 新军有什么动静没有 除了查偷袭者之外 和平日没什么两样 外面事我都安排好了 去 把这屋杀了 是 大人 回来 不能用刀枪吊死他 对外就说是畏罪自杀 是 大人 徐大人 怎么样了 您这是 赶紧撤销你的命令 晚了 什么晚了 我跟你说 刘武一死 你就是汉个铁笼子护着你 你也活不过三天 魏爹爹 大晚上你操什么心啊 赶紧回去睡觉吧 你看看这个吧 我现在把门打开 是 我还把门打开 我还把门打开 是 我还把门打开 我还把门打开 行动取消了 看什么看 行动取消了 走 梁先生 鲤鱼姑娘 快前进 林教授的事有眉目没有 快想想办法吧 要救出林教授啊 免得他造左膳的毒手啊 我扯磨他 连自己的老师都救不了 年轻人 你要振作精神 用自己的智慧 做一点有用的事情 梁先生 您是陕西的名人 您不光在学界 在军界政界 您都录录通 我只能悄悄变过 顶不了什么用 那您有什么想法没有 工农冰雪上 全面动员起来 给左膳和瑞琪 许佳压力 对 事情弄大了 有弄大的好处 示威游行 是往左膳枪口上撞 会越弄越糟的 我父亲不就这样被抓起来了吗 关键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为妻子的事闹 虽然失败了 左膳他就是想杀我 他也下不了手 这正是我的想法 我们真是不谋而合 进来 六医院长我来给你换药 换药 金采哥你怎么了 事到如今 我看事情也瞒不住了 我趁刘无情左膳围猎之际 迎刺左膳 被他打伤了 金采哥 你 你伤到哪了没有 不要紧 我就是要把士气 把大力闹 把更多的力量都牵涉进来 把陕姬这番棋搅合起来 好样的 好 这个事咱们得这样做 你可不能冒失啊 瑞典 你跟他说什么 来了来了 刘副总兵别来无恙了 寻副大人 得罪得罪 这事把您都给惊扰了 哪里哪里啊 所大人 我来的时候就寻思着 是不是应该赴金请罪 关在里边 我这心里倒是安稳 这一出来了 倒是惶恐起来了 我还没说话呢 你倒挑起我理来了 没看我差点死了吗 岂敢岂敢 寻副大人 确实是刘武 护卫不周 险仙酿成大火 我一定会严惩 那几个担当此人的军官 这是哪儿的话呢 要不是刘副总兵 你的手下护卫及时 那左总兵指不定还出什么事呢 何罪之有 何罪之有啊 寻副大人 慢着 按大兴律力 出了这种事 是要判重罪的 怎么能说无罪呢 太白山营护卫不周 可刘武 他们是你的部下吧 这个责任是不是你负啊 是 不知左大人准备怎么处置我 这左总兵只是开个玩笑 不必当真 不必当真 来来来来 快请坐 请坐 没开玩笑 行刺堂堂闪肝总兵 这是儿戏吗 不严惩凶手 我大兴国为何在啊 六五 我知道你们哥老徽势力大 无孔不入的 这样 我给你七天时间 你把凶手给我抓着怎么样 好 九余大人 别光答应他痛快 到时候抓不到怎么办啊 听凭大人处置 怎么处置都行吗 是 免励你这个副总兵行吗 行 好 平时光听说刘武痛快爽气 今儿我还真见识了 多谢左大人夸奖 在下就先行告辞 以后加紧追查 好好好 刘府总兵 请便请便 刘府大人 告辞 好好好 慢点 放开 得罪 把衣服脱了 让我看看 走 左大人什么意思 是要羞辱下官吗 那倒不是 我就是想告诉你 凶手也被我打伤了 而且就伤在这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能如此鲁莽啊 我不弄他这一刀 他是不是不知道陕西还有个左膳 鱼爹爹 我这也是一山二鸟啊 对不对 他抓住凶手了 我报仇血恨了 他抓不着 我弄死他 他 什么 七天查不出来就要撤你的职 没这么简单 我七天查不出来 左膳自然有借口撤我的职 可就算我七天内查出来了 弄不好 麻烦会更大 为什么 大哥 万一这个刺客 就是咱鸿门中人 那我这个陕西哥老会的龙头大哥 岂不是抓了一个烫手的山羽 这辛亥年间如今是到处闹事 时局动荡 你别左捅一个娄子 又戳一个瓦蜂窝的了 你别左捅一个娄子 你别左捅一个瓦蜂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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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娄子瓦蜂窝的呀 不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 煽动学生闹事吗 对不对 前两天 著名学者林清风 领着学生上街闹事 让我镇压了 现在怎么样 天下太平了吗 我告诉你 大清江山都三百年了 不是谁能动就能动的 天天气人又天哪 你烦不烦 你还烦了 你爹临终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 我 我今儿个 非要给你敲敲这个警钟不可 我问你 你的前任拿总病是怎么死的 你又是怎么当上这个闪肝总兵的 到现在为止 朝廷里还是议论纷纷 你居然还敢把他的小女儿留在身边 你 你这不是玩火吗你 颜瑞爹爹 我阿牧就搬熬 熬到什么时候能到你这个位置啊 皇室里夺权 喊你死我活的呢 我搬个半脚尸算什么呀 我屁股不干净 你这个帽子来的就干净 你 瑞爹爹 瑞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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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爹说您年轻时候不也是浑身魔王吗 咱们这老了老了怎么就不让年轻人玩了呢 是不是 您看您干您巡抚的事 我干我总兵的事不就完了吗 去去去 你给你 够松 左膳真不是个好东西 这下咱不是替他卖命了吗 大哥 咱不是每天都说反清灭羊吗 答应他个求条件 反了他算了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机 拿一个左膳容易 可这西安城里还有一两万清兵 七八万满人 想拿这西安城还得从长起行 对 小不忍则乱大谋 魁山 你的太白山营调查此事 且起要暗中行事 是 咱们能不能抢得先机 就看你的了 大哥 你放心吧 大哥 你今天一天太紧张 我还是陪你去戏院 听听戏吧 姑娘会会抽冰呢 等一会儿秋香姑娘一出来 我小大哥你魂都会没了的 扯的 我那没出现 吴玉堂 你是新军总兵啊 刘武就是个副总 你要是弄不了他 新军出了乱子 你就是失职啊 按大清律力 治军不力 那是要杀头的 我新军主力部门 炮营 步枪营等 对朝廷还是忠心耿耿的 那就好 吴玉堂 你啊 你啊 现在帮我追追凶手 你先追到先拿奖 而且我还可以处置刘武 哎呀对了 凶手这个肩上让我打了一枪 啊 啊 啊 天长 真没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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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秋香真是咱们陕西的花魁 啊 这还没出师呢 就唱成这样 有两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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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跟我一块儿唱吗 哎呀我哪能唱了些 一块儿吧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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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人 我一唱这一段就想起来了死在甘肃的爹娘兄弟 你说人家杨门女将尚且千古流明可我那家老少为了镇守闪肝却惭遭人陷害 只剩下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北京学戏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北京学戏了 哎呀 戏文里那都是编的啊 肯定是西北乱党干的这是没错 我估计啊 得有哥老汇在里面 那你要帮我查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干那事 你动脑子了吗 走走走 先放着 你 行行行 你快把这儿收拾一下啊 你没记得 大把手大把手 把这儿收拾 秋香 大哥 我可真想你啊 我又半个月没见你了吧 岂止半个月 我都觉着有半年不止了 大哥 你早就把小妹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 来 让大哥好好看看你 大大 这才半个月不见 又变漂亮了不少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我全靠大哥给我置办的好行头 才让我夺了不少的彩头 哪里哪里 还是咱秋香天生丽质 才一双全啊 司马 一大大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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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这个万人迷 真是越来越迷人了 我再迷人也迷不住大哥 多长时间了你都不来看戏 你 最近确实是忙啊 男人说忙都是借口 你是不是嫌小妹长得难看啊 谁要敢说她三亲大帝第一美女长得难看 我把她的舌头给割了 那 你就是嫌我不会讨你喜欢 你就像那美人画上接下来的仙女一样 我这光看一看 心都醉了 要是再听你唱上几曲 我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那大哥 我现在就给你唱一段 你再爱听的刺琴 大哥 你有心事啊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一跟你聊上这两句啊 我这会儿就不知道被你勾到哪儿去喽 大哥你坏死了你 挺有肉啊 讨厌 挺辞事啊 大人 大人 听我说 说什么事 说完了你再闹好不好啊 去 衣服托去 哪儿什么那么多耐心烦 你都受伤了还这么不消停啊 我关键部位又没受伤 大人 我想求您监事 小崽子 你又捣什么乱 大人 大人 你看我家遭不幸 兴得您的见脸 跟了您也有一年了 您好赖添个测试 也算给我个名分嘛 那不早晚的事们招什么 吃不如早嘛 来劲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谁给我讲条件 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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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崽子 大哥 我已经把好军一叫回来了 刘总命 坐 老军一 你在军一里干了十几年了 你不至于连枪山和刀上的分析 嗯 你们都是名掩人 那伤口怎么会是枪伤呢 刀伤应该是一条线 伤口应该是平整 缝合以后是一条缝 我说的没错吧 刘尖才的伤口 是隔着棉衣砍的 刀也比较顿 所以伤口的皮肉坏死得多 伤口也就明显地增宽了许多 郝金鱼说的也有道理 回事 你别为难他 对不起 没关系 刘总兵 那我告退了 大哥 已经得到证实了 偷袭左膳的时候 刘尖才既不在营地 也不在他妻子的本上 马上在郝金鱼的一物实力 发现了赞同 到目前为止 各项疑点一一成亲 全都落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刘尖才 郝金鱼在撒谎 大哥 马上把刘尖才抓起来 不 这么大的事情 你难道不想把自己摘干净了 可是 你带几个兄弟 跟郭金鱼 秘密把他做掉 记住 一定不能让人看出 是咱们太阪山堂的人看的 找我说的去走 再晚半个小时 咱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哥 我不明白 等你明白太阪山堂 就有灭点之灾了 出去